各位好,大家好,我是Den 你怎么说到父母呢? 你怎么说到父母呢? 这是昨天在韩国,一整天都登在热搜榜一味的一个耍大牌事件的录音 到底是什么样的录音让网友们的血压都上升了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昨天在一个人川的儿童英语补习班 一位补习班的老师利用外送APP点了咖啡 但是因为老师把地址写错了 导致外送员去了别的地方后找不到人 在重新打电话给老师之后 最后来到了更正后地址的补习班 送完咖啡后,外送员对老师说了 这客人写错了地址,所以需要再追加3000块的外送费用 当时老师说现在很忙也没有现接 所以先下楼等一下的话自己会汇款给他 但是过了10分钟左右老师也没有任何消息 而外送员也接到了别的外送时间很匆忙 所以就再次上楼叫了老师 结果老师就用非常厌烦的声音对外送员说了很多借口 又拖了几分钟后给了外送员3000块 之后可能是这位老师越想越生气 没过多久就打电话给了外送人利公司 而这个通话录音长达18多分钟 虽然我有整理了一下最傻眼的部分内容 但是还是有点长所以没有时间的人可以马上跳到这个部分 但是我在学校经常不收了很多地方 10个国费员的迷晓车都没用 10个国费员的证则 所以我才是准备了去设计员的 但是我说我安学校高中央学校 我根本里有很多在学校去那里 我才可以提供售有学校的 10个人已经快去评计员 我现在现在快来提供给了解 aќ员 然後那些课计员 那製是不是 你看 礼服 就是你 對我會珍貓 Mand購新分去了 你看他們都會贊不是 幾個萬萬就不要這樣 不太好 對你沒有 妳ür 번째ten 只是 ап就 我沒時間在 hardest 我 recommends 的是 請說做一個 它的意義 並不是 因為他們的意義 所以 וא�приzep說 各個禍 那麼有兩個 我死了 你那我死了 不会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人 可否就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选择 那边이나 他哪里 会回家 那我死了 我死了 我死了 只剩了 我死了 不然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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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mit thy 我扶责了 我跟来 我死了 我妈 三十八百元莫 보내구 저기요 가정있고 이거 본업으로 하시는 분들도 많아요 그거 빨리 저는 가정있고 본업있는 사람이 이런거 하는거 못 봤어요 죄송한데 많아요 돈이 없으니까 하겠죠 돈 받으면 하겠어요? 저희 사무실에만 열 분 넘게 계세요 그러니까 돈을 못 버니까 그 일을 하겠죠 회사에서 저기요 얼마 버는지는 아시고 말씀하시는 거예요? 어 다 알아요 잘 버시는 분은 천만원도 받을까요 그렇게 보지 천만원이요? 내가 NCL에 버는게 천만원이지 미안한데 一周一千万元的人 三千元是到高分的理想 可贵了 可贵了 你희郭商人很聪明 話不没更改 我们要过来说 三千元赶快点 会不会有一些人 到底在不怎么想 那么在父母上 已经是母亲 现在的母亲 你会有什么 跟父母来说 是这么一样 它就是为了 这些人是人 是什么所说的 有人说 那你能发现了很多人的,那些人都在那儿子 你这就是一个人的女人 那些人都在讨厌,那些人都在讨厌 那些人都在讨厌,所以我都在讨厌 那是个人家的学生 我不是在学校讨厌的学校 那是学校的学校,那些人们就在讨厌 我现在都在讨厌了 所以这个我都在讨厌 那是这样的,那些人都在讨厌 那是否就在讨厌 那是否合作用 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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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白 本身是浮草的用言 现在贵入设别人的贵入 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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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对话都没有 而且贵入设设计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老师叫外送写错了地址 外送员要求追加外送费用 老师付钱后不高兴就打电话给了外送公司 没有学历没有能力功课不好的人 才会做外送员 老师开始侮辱鄙视外送员这个职业 之后就是炫耀自己一个礼拜赚一千万 但是心疼三千块 总结一下就是 在听完整段录音后我的感觉是 他就是心疼他的三千块 不过这件事情也出现了两个反转 第一个反转是 补习班对媒体表示 这位补习班老师其实不是老师 而是辅助学生们上下层安全的工作人员 只有在补习班工作了一个月 耍大牌事件的第二天就辞职了 而第二个反转是 这个补习班的院长在媒体采访中 用警告性的语气表示 自己曾经做过有关媒体的事情 今天这个事件是工作人员的错 那位工作人员也因为这件事情压力太大而辞职了 但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导致补习班倒闭的话 自己会对外送员 以及在网上提到补习班名字的网友们 进行法律对应的 然后因为在采访中院长没有提到说 会对引发整个事件的工作人员采取什么行动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怀疑 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院长的亲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是疯女人 只是听了前面一分钟就觉得头好痛 如果是老师这样的话 补习班会出问题 所以换成是上下班工作人员了吗 这声音跟院长也太像了吧 看了院长的采访觉得非常奇怪 绝对不想道歉 一心只是想对留恶评的网友 上传录音的网友提高 最后就是在炫耀自己有多厉害而已 我老公是国立大学毕业在不错的地方工作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外送了 没有学历才会外送真的是偏见 绝对不是听着音乐简单就能做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鄙视别人的工作 职业没有规贱之分 人格没有上下之分 但是人品确实有好坏之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